中国好声音本周上演盲选收官大截图是无比纠结 这首歌太狠了太帅了 究竟怎样的好声音可以赢得2022年导师最后的案件 精彩即在中国好声音 2022中国好声音预告来袭 本周即将迎来紧张刺激的盲选收官之战 选手们演唱到了最终篇章依然充满了反转 这是一次对学员们的冲击 也是对四大导师李克勤 廖昌勇 梁静如 李荣浩的不小考验 预告片中李荣浩导师对于学员选取 更是做出了这首歌太狠了太帅了我觉得的回应 接下来每一位登场的学员和坐在战队系的学员 都要做好对战准备 才能有机会赢得真正的席位 成为年度24强选手向着年度总冠军进京 今晚首次登台的是摇滚乐队玉土轰炸机 用一首原创的国风歌曲《上九霄》轰炸全场 来自重庆的乐队 悬挂收音机 靠着自己原创的方言作品《叫》 成功地吸引了廖昌勇的注意 还引发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名场面 范满童又爽弱因为白衬衫被锁定为PK人选 PK王小范笑得一脸无奈 到了四年导师都没有见过这场面的李荣浩劝他 以后再参加节目别穿白衣服了 杨纯唱的原创作品浪花明亮又空灵 让李荣浩在最后一秒终于忍不住转身 但自称第一次登台唱歌的卧室歌手的杨纯 却表现得十分淡定 还伤心地表示我以为我会四转 随后的PK环节 杨纯和杨灿难分伯仲的实力 让李荣浩陷入了两难的选择 也让其他的三位导师留人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梁静如有其提醒战队席位上坐立不安的学员们 其他导师的战队要开始准备一下了 大家把嗓子开一开哦 李克勤更是号召自己的学员 你们先把战队宣言想好一点 李荣浩最终会选择哪一位学员呢 另一位学员又将和哪个战队的学员一较高下呢 这个时候四大战队的六强学员基本确立了 即便还有变数可能也就只有个别学员有变动 据说第六期还会有一个高手出现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四大战队的冠军学员分别是谁呢 我们不妨一起来分析一下 先说廖昌勇战队 他的战队整体实力最弱 没有特别能打的学员 因为基本都是一转二转学员 只有一个彭忠豪稍微还不错 无论是长相还是唱功都是上得了台面的 所以我推测 彭忠豪最有可能成为廖昌勇战队的冠军 当然据说导师对战之后 廖昌勇会离开 将由李文接棒 不知道到时候李文会不会另有打算 万一他要捧其他的学员呢 梁静如战队 整体实力强于廖昌勇战队 他的战队里 大家比较看好的那一定是潘运奇了 同样18岁参加中国好声音 同样来自浙江音乐学院 很多网友都说潘运奇像单依纯 甚至还有网友说潘运奇就是第二个单依纯 说不定还能夺冠 潘运奇能不能成为总冠军 暂且不说 我认为他成为梁静如战队的冠军 还是有可能的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就看后期会不会有惊艳的表现了 李克勤战队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 有网友说姚雨生是李克勤战队的冠军 因为他出登场的时候 表现出了十足的综艺感 颇有观众员 唱功也比较突出 所以会成为李克勤战队的冠军 还有网友说 李克勤战队的如今会在后期崛起 别看他现在没什么存在感 可在后面他会有惊艳四座的表现 我倒是有点怀疑 我个人还是更看好梁玉莹 因为梁玉莹是目前为止 众多学员中稍微突出的一个 各方面条件确实不错 很有冠军项 又能唱大歌 只要后期立得住 他成为李克勤战队冠军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李荣浩战队实力最强 其中蔡子怡不仅本季的颜值担当 还是本季的第一个四转学员 因此很多网友都很看好他 认为他有冠军项要夺冠 我只能说好摄影史上的高颜值美女学员 最后似乎都是黯然离场 看着陈斌马盈盈就知道 李荣浩战队的李楚楚 本来节目组给他的剧本是去年王静雯的剧本 据说他也是网红歌手 还跟王静雯是同一家公司的艺人 可惜人气没法跟王静雯比 所以李楚楚不大可能成为李荣浩战队的冠军 有网友说 杨灿在后期会被另外三个战队的导师封印 说他是大魔王 果真如此吗 我表示既期待又怀疑 至于刘琦 张义文 邝宇 存在感太弱 应该走不了多远 要我说 李荣浩战队的冠军学员 极有可能是第六期节目中登场的那个叫杨纯的女学员 据说是创作型歌手 实力不容小觑 已经在音乐圈闯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最后成为李荣浩战队冠军的 有可能就是这个杨纯 所以根据我的预测 四大战队的冠军学员分别是彭忠豪 潘运奇 梁玉莹 杨纯 对此你怎么看